从今天开始 世尊带着五百个弟子 到每一个村落广传佛法 最后回到摩羯陀国 见廷婆苏罗王 参见佛陀 善哉 善哉 很高兴再见到你 罗王请起 各位请起 罗王 我曾经答应你 悟到之后 会回来为你讲经说法 本王恭候佛陀已久 你现已成佛 我想请你留下来 在此地说法 感谢罗王招待 本王还有一事相求 不知可否 罗王请讲 初次见到你 我就感到你的庄严树木 想追随你 聆听你的教诲 请让我归一佛门 归一佛门 是罗王的归宿 感谢佛陀 善哲 善哉 善哉 我的孩子 求求你们 求求我的孩子 女施主 发生了什么事 如此慌张 我的孩子死了 我的孩子病死了 善哉 善哉 女施主 你要知道 人死是不能复活的 我知道 但是师尊可以 师尊可以帮我把孩子救活 可是 师尊我求求你 我没有孩子 我活不下去 那我就让这个孩子复活 谢谢师尊 谢谢师尊 可是在这之前 你必须做一件事 只要我的孩子可以活过来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去找三户人家 向他们各求一把白芝麻过来 向三户人家 各求一把白芝麻 我这就去 等等 我要先说明一下 你所寻求的三户人家 必须是父 祖父 曾祖父 连续三代 都没有办过任何丧礼的人家 从他们家里求来白芝麻 你能做到吗 我可以 从连续三代没有办过丧礼的人家求白芝麻 我这就去 谢谢师尊 请问 你们家是不是三代都没有办过丧礼啊 可以给我一把白芝麻吗 没有没有 请问 你们家是不是三代都没有办过丧礼啊 可以给我一把白芝麻吗 我们没有 怎么样 拿到白芝麻了吗 师尊说的 灵溪三代没有办过丧礼的人家 我一户也没有长毛 不错 失去孩子 父母亲人的人 不是只有你一个而已 你的悲伤我了解 可是活着的人 总有一天会死去 不管你多悲伤 死去的孩子 都不会复活 这世间的人 谁没有生老病死之苦呢 是可是孩子 人因为有了执着 才会有无限的忧伤苦恼 每个人都是如此 生死别离 你要放下执着 不要再悲伤苦恼 你应该为孩子好好祈福 也让自己坚强活下去 这样对孩子 对你 都是最好的解脱 谢谢师尊